三号坑出土的金面具 四号坑出土的扭头柜座人像 八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 7月23号 匠心庙首三星堆遗址新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成果展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开展 展出五十余间器物 近九成为首次亮相 这一次的三星堆遗址新出土文物的成果展示 主要是由四川省桃古研究院 以及三星堆博物馆 我们联合了像北京科技大学 以及故宫博物院十六家文博单位 然后开展的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 我们根据文物的材质 然后分成了青铜器 金器 玉石器以及象牙 我们在三星堆修复馆内 也第一次展出了三星堆新出土的象牙的保护修复成果 在展览的独立展柜中 一件保存状况完整的青铜布极为特别 在之前的一二号坑 也出土有布 但是它是变形和残缺的 那么这一件出土的铜布 它非常的完整 同时它上面的纹饰很细腻 大部分是以雷云纹和卷云纹为主 那么特别是它的腹部的边上 有一排的那个四件是属于鱼形式 所以这种造型的器物应该是在三星堆 也第一次发现 而且根据纹饰和气形的研究来看的话 它应该是属于三星堆比较早期的器物 那目前它的功能性来说 可能还需要接下来的做更多的科学研究 此次展览公布了二号青铜神术数字化复原成果 观众可以在现场看到虚拟复原的二号神术 据了解二号青铜神术高约2.88米 以一根主树干为轴 分为三层 每层三只 每根树枝上均有一只利鸟 在这一次的二号神术的研究修复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然后二号神术 它来自二号三号 以及七号跟八号 四个坑 那么相当于我们的二号神术 也是属于跨坑拼接复原的一件青铜系 如果我们要对二号神术开展复原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采用到传统修复的工艺 因为整体的工作难度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采用的技术和工作 就是对三十多件出土的残件 进行一个三维数据的采集 同时呢 再根据断裂口的部位 采用AI修复的方式 给它进行拼对 据了解三星堆遗址三号至八号祭祀坑出土 编号文物1.7万余件 相对完整器物4500余件 文物存在残缺 锈石 断裂等不同病害 保护修复任务兼具 截至今年6月 已完成约4000件文物的清理保护工作 此次成果展也展示了 三星堆新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团队 近一年来在保护修复和研究上取得的成果 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日 这一次我们文物保护修复成果展 也展示了我们新的保护修复的理念 我们可以看到 对这一次展出的大量的文物 我们只是给它进行了简单表面附着物的清理保护 那么大量的这种变形残缺和锻炼 我们没有可以给它进行复原 我们不清楚这些器物 它是埋藏前的就是人为的进行敲杂 或者已经变形 那么我们也希望把这些文物 它原始的状态保留下来 也就是告诉大家 可能这些器物它在埋藏前 可能已经主持有一场特殊的这种宗教祭祀的活动 然后才造成了我们的器物的变形断裂和残缺